胜霸体坛 色色皮 一针这期可能给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周篮球 今天胖周哥哥球兵咱们一起来聊一下CBA 聊一下龚小斌 丁岩宇航以及山东南兰 我们知道在近期广大的山东球迷 也是听到了关于山东队非常多非常多的消息 那么尤其是近期大家都知道 山东南兰的跟队记者夏小思 也是正式的在个人视聊平台上向外界透露了一个消息 那就是山东高速集团有望重新的入主山东南兰 来重新的成为山东南兰的赞助商 那么早在2014到18期间大家都有印象 山东高速当时也是非常隆重的接过了山东南兰 那么当时山东队也是整体的投入非常的空前强大 那么整个山东南兰一线队的薪资水平 在整个CBA里边决定是数一数二的水平 那么就足以看出山东高速是一家非常有资金实力的集团 当初也算是帮助山东篮球缔造了一个非常辉煌的时代 虽然说定下了三年争冠的目标最终没有实现 但是那几个赛季算是山东篮球近几年以来最辉煌的几个赛季了 那么也帮助山东南兰培养出了两届MVP电眼运航 也是当初由于山东高速来入主到山东南兰之后 龚小斌也是安然的离开了 离开之后后期山东西王来接过山东队之后 龚小斌又再度的回归 而本次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山东高速游望再度回归的情况之下 近期根据山东体育休闲广播的主持人郑靖老师 他也是再度的爆料 说定岩宇航已经压售完成注册 也就意味着定岩宇航将会首先正式的强势回归了 他在新赛季将会重批山东队的战袍来出战CV联赛 这对于山东队来说 首先我们在阵容层面 首先是赢回了一个两届MVP的回归 咱不管他邮箱里还有多少邮 不管DN宇航他的状态还能够保持什么水平 起码DN宇航回归是大部分山东球迷所期盼的一个事情 对吧 首先这算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那么在小丁回归的情况之下 龚小斌又将会何去何从呢 这或许是大家非常心里的一个疑虑 对不对 毕竟当初高速在第一次进驻山东南兰的时候 龚小斌是离开的 那么第二次进驻山东南兰 龚小斌还会离开吗 那么就目前咱们理性的来分析一下 有以上几点原因 首先第一点原因 那就是龚小斌在上个赛季 他的执教的成绩是非常不错的 对吧 龚小斌上个赛季带领山东队 整体的阵容配置并不怎么好的情况之下 我们打进了CBA的半决赛 对吧 超额的完成了任务 首先在成绩方面 龚小斌的执教能力 执教水平 执教的经验是得到了认可的 其次第二点 什么呢 那就是眼下时间是非常仓促的 对不对 因为目前已经到了8月下旬了 而且CBA联赛在10月份就要开达 如果说在这个时候 我们去临阵换帅 是吧 临时再换一个主教练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山东南南留给我们去下训调整 去适应新主教练的时间 可能会非常的仓促不足了 整个下个赛季的常规赛 可能处于一个魔法之中 球队的成绩很可能就出不来了 对吧 上个赛季的CBA联赛中 北京首刚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对不对 当时北京首刚也是临时的换了一个教练之后 来了之后水土不服 对吧 当时也是整个成绩打得非常惨淡 那么其次第三点 那就是山东高速集团的他的整个高层 也是有了一些人员变动的 所以说这一点也能够消除掉 龚小斌跟山东高速之间的一些 其他的之前大家传闻中的一些消息 对不对 一些误会之间的 对吧 这种误会可能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因为山东高速集团方面 他的整个高层到下的管理层 都已经有了人质变动了 可能跟龚小斌之间并不存在什么 任何的一些误会 所以说这样一来也能够很好的 让龚小斌完成留队 所以说通过种种的这些消息 我们分析下来来看的话 其实龚小斌留队的可能性 要比他离开的可能性要大很多 因为就眼下来看 这只山东南南在龚小斌的待人之下 确实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 只要能够给他加大投入 每个赛季能够给他 更强有力的后勤保障 能够给他引进更多的 优秀的内外员的话 我相信其实龚小斌是有能力 有机会去率领着这只山东南南 去走向一个新的高潮的 那么或许新赛季山东南南南 能够席卷CV 能够成为CV一只不可忽视的 争冠力量 对吧 这只球队甚至说未来几年 都会成为CV联赛中一只 不可忽视的一个争冠级别的球队 这也是广大山东球迷所期盼的一个时代 那么究竟这样的一个时代 能否在新赛季上演 能否在新赛季到来 我们也只能交给时间去检验吧 好了那么本期的胖周聊球 那先聊到这 喜欢胖周的别忘记得关注 胖周二天的闭京聊到点球 我们下期再见